为在桃园以为弱势家庭造一个家 逐一个未来为终止的社团法人台湾希望义工团 在一百多位的义工齐心协力下 帮花莲秀林乡嘉明村低收入户游信一家重建家园 在19号市立交屋了 一元两名少女有个房间的安家梦 住在花莲县秀林乡嘉明村的游信男子 由于生病 与妹妹一家五口长期居住在破旧不堪 无法遮封闭的住所 因为经济绝技 苦无能力重建家园 由于空间不足 游戏男子甚至睡在半户外的地方 两名救赎国中高中的子女 连自己的房间都没有 正是青春期的他们相当的自卑 经过部落营造义工赖伟祥 联系台湾希望义工团花莲志工杨明辉 经过房市评估之后 重建房子 经过三天三夜的重建新屋 县府社会处处长蒋家父 希望县城罗美贵也参加教育仪式 那因为当初他那个一家人 全部挤在一个床部上面 完全像这个小女生刚好在成长阶段 没有自己的一个房间 然后所以我们设计了 让自己小女生 他在做梦的这个阶段 能拥有自己一个私密的空间 然后有一个可以做梦 可以有一个自己隐私的地方 然后包括案主的夫妻有一个房间 还有他的案主的哥哥 他身上有很多的那个疾病 需要一个独立的空间去修养 我们也帮他设立了一个房间 那这整栋房间的造价大概是75万 首先感谢我们希望义工团 在这次帮助我们的案主 尤其这个案主是我们公所 还有县府都没有办法 能够给予很好的协助 那都是由我们希望义工团 这次为了要就是协助我们这个案主 整个环境 整个他以前的家屋都腐烂掉 而且都没有办法居住 所以由他们希望义工团 这次来全力来协助 那在这里甚至谢谢他们 因为他并不是第一次来 其实这长年来希望义工团 其实一直在默默的 在我们的秀林乡 一直在默默协助 需要被关心的人 那尤其在去年的疫情 希望义工团也是第一时间 拿出他们所有志工的 一些募集的一些物资 就直接第一时间拿到秀林 所以谢谢他们 那我们未来也希望是说 会跟我们希望义工团 继续来连结 怎么样让我们的乡亲 能够得到最好的帮助 我要感谢希望义工团的义工们 完成我的心愿呢 给我们一个属于我们自己的永远的家 重建期间 游信一家人也都一起投入工作 世界好家务让游信一家人感动到哭出来 义工团理事长游峰隆表示 游家新屋平数约22平 规划三房一厅一厨一位 约使用70万元上款 包含整栋房屋的铁材组装 屋顶外墙封板 水电管线预设 水泥灌浆 厨房浴室墙壁等等 最宝贵的就是来自各行各业专业人士 利用四个假日贡献专才协助盖房子 记得喜欢学乡老